大家印象中的脏弹是什么样的呢? 听到这个名字后,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不是一颗很脏的炸弹,外表不满泥土或者铁锈? 但事实并非如此,脏弹其实是一种放射性炸弹,它的本质属于普通的TNT炸药炸弹,并不属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核武器泛轴。 因为核武器所特有的核裂变或者核聚变在脏弹上完全没有,因此脏弹也不可能具备核武器的冲击波、超高温,以及光辐射等主要杀伤效应。 从爆炸威力和杀伤能力上,脏弹是远远比不上原子弹和氢弹的,但它和普通炸弹也不一样,脏弹顾名思义就是肮脏的炸弹,但它并不是外表上脏,而是具备附加的辐射性伤害。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炸弹,内部增加了一些诸如孤60、色137、490之类的辐射性粉末而已。 当炸弹内部的炸药爆炸后,这些辐射性粉末也随之被炸开在空气中游荡,并附着在建筑、机器、人体表面。 从而对目标产生持续性的辐射伤害。 虽然脏弹的总体辐射水平并不高,但是辐射性粉末浓度却很高,超过正常水平的800倍以上便会造成人员的直接死亡。 而且放射性物质很多都有特殊属性,比如说托210,这是一种强放射性元素,在衰变的过程中会放出能量巨大的α射线,也就是亥的原子核。 这种射线很容易被屏蔽,即使是一张普通的白纸,就能够挡住α射线。 所以理论上,如果你将一袋扑210密封好,放在贴身的口袋中,它也不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任何影响。 但是当扑210通过空气或食物进入人体,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扑210释放出的大量α射线将对人体细胞进行无差别攻击。 在此情况下,人体的细胞会大量死亡,几乎没有解救的办法。 关于脏弹本身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要是发射出去后不发生核爆炸,但是却能带来一定辐射性伤害的弹药,都能被叫做脏弹。 它的载体可以是炸弹,也可以是炮弹,甚至可以是导弹。 因为只要在这些武器的战斗部添加一些辐射性粉末,转眼就能成为脏弹。 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平右穿甲弹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脏弹。 由于应用剂量的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爆炸,而不同类型和不同剂量的放射性物质将对某一地区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与小型核武器相比,脏弹所具有的限时威胁其实更大,虽然只是在普通的炸弹基础上加装了buff, 但是造成的辐射性危害可以波及十几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着实让人感觉脏。 最关键的是,脏弹中的辐射性物质只需要从核电站燃烧后的反燃料性采集就可以了,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正因为其杀伤面积广,成本又低,一度成为恐怖分子的罪案。 由于和平利用核能不断发展,目前世界上早已囤积了大量放射性物质。 虽然一些辐射性核物质不像爆炸料那样容易得到,但世界上也有不少放射性物质的来源, 例如医院在核医疗中就使用了少量放射性物质。 大学也使用类似物质进行科学研究,可以说是很常见了。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刚刚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局动荡, 不少核材料流落黑市。 而当时的车臣武装分子就曾经将三克高风度捕和常规炸弹, 制造出了一枚辐射性极强的脏弹。 这枚脏弹被放置于莫斯科一个垃圾桶内, 万幸的是当时并没有成功引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爆炸装置的大小,放射性材料的含量和性质, 以及爆炸时的天气情况。 脏弹的致命程度各有不同,虽然它释放的辐射量很小, 但辐射尘埃会扩散到几个街区的上空。 依赖于爆炸效果,一颗脏弹会比一颗常规炸弹致死和致伤的人更多。 此外,辐射会导致人产生恶心、呕吐和血液问题等辐射病, 并有极大的概率致癌。 环境中辐射水平超过正常1000倍的话, 短时间内就能将80%的人杀死。 遭袭击的城市、街区和建筑物都会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 在以后数十年甚至千百年中退化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放射性地区。 不仅其中生物的癌症患病率大幅增加, 而且经污染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再次使用。 脏弹爆炸还可能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慌, 导致混乱局面的出现,使地区经济遭到重创。 既然脏弹威力这么大, 用它来攻击航母能不能一次就瘫痪呢? 如果是用来攻击航母的话, 只有以导弹为载体的脏弹最为合适。 航母通常是以战斗群的形式进行实战部署, 它随行的基本上都是装备了各种防御系统的战舰, 搭配航母自身的防空导弹和禁防系统, 对付非饱和攻击状态下的反舰导弹, 可以做到全部拦截。 所以,即使使用脏弹攻击, 没有上百枚的饱和攻击密度, 也根本别想撕碎航母的防空体系, 很可能在几十公里外就以拦截爆炸。 如果是高强度的攻击甲, 有几发脏弹穿透防空网络直接命中航母, 后果将会如何呢? 其实,如果导弹的爆炸威力不足以击沉航母的话, 也不用怕。 自打经历了冷战的激烈对抗之后, 全世界的大型武器都加装了良好的三防能力, 特别是航母这样的体系化作战装备, 都有着一套缜密的对抗核武器、 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防护设备。 当脏弹爆炸, 航母所在区域辐射水平升高后, 防系统的核生化探测设备马上就能感知到变化, 并马上发出预警, 全舰进入核攻击后的紧急状态。 在预警发出以后, 裸露在甲板上已经受到放射性沾染的人员, 将马上回到舰内进行去辐射处理, 最大程度减少伤害。 航母舱室的增压密闭装置启动, 防止任何辐射气体和尘埃流入舱室。 航母内部通道内的空气过滤和循环通风系统也同步启动, 尽最大可能将空气已有的辐射性物质过滤出去。 最为重要的是, 航母的洗消设备全部开启, 喷射的水墓将舰体和舰在机体上的辐射尘埃全部冲刷下来, 弥漫在空气中的辐射物质则被水滴稀释并落下, 最终它们都汇集于甲板出水口, 排入大海之中。 经过了这样的完整系统性处理, 即使是被脏弹攻击, 航母所受的伤害也十分有限。 除了甲板人员可能会受到少量辐射, 大部分在封闭式舰体内部工作的人员影响微乎其微, 妄想用脏弹攻击航母简直可以说是吃人说梦。 航母遭到脏弹的攻击时拥有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 那么我们普通人在遭遇到脏弹的袭击时, 应该怎样尽可能的保护自己免受脏弹伤害呢? 当遭遇到脏弹袭击时, 应留在屋里或迅速躲进屋内, 最好是到地下室并关闭门窗和其他通风系统, 等到可以安全离开时再出去, 应远离爆炸区域。 如果有条件, 最好停留在上风方向, 因为放射性颗粒会顺风而下。 如果身体受到污染, 应尽快脱掉被污染衣服, 用粗制普通肥皂彻底清洗全身, 不吃被污染的食物, 不喝被污染的水, 以防间接摄入放射性物质。 如身体受到污染, 应大量饮用没被污染的水, 以示某些放射性物质尽快排泄出体外。 遇到脏弹袭击时, 不要恐慌和慌乱, 要听从专业人员的指挥。 在袭击过后, 非专业人员注意不要前往污染严重的地区。 如果人员在脏弹爆炸中幸存下来, 不要恐慌, 要保持冷静。 当急救人员到达后, 听从其指挥并且不要延误, 立即离开放射区。 这是避免辐射的最好方法。 当某一种辐射材料被吞下或吸入时, 要孵下点化架药丸, 它可以提供有效的保护。 虽然预防的方法已经教给大家了, 但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到。 也希望人们可以好好利用核能所带来的优势, 而不是利用其恐怖的威力。 世界和平, 人类共同发展, 才是我们所应追求的。 好了, 关于脏弹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